看完棒球大戰再來看的是反核之爭 核四公投主文已經出爐了 可是朝野都不滿意 先是國民黨本來是立委丁守中要提案 但半途卻殺出了陳曉精 李慶華 還有在野黨痛批國民黨玩文字遊戲 就連行政院長江一華今天到立院報告 這綠營也全面杯葛 一度還上不了台 國民黨版的公投主文是什麼 連黨內立委也不傻傻 我知道他是有一個就是 就是續見核四 還有一個四個字的 那個什麼是 雖然還有國民黨立委 不知道黨團版的公投主文內容 但行政院長江一華 還是希望今天的質詢能早早結束 讓他能回去看球 題目不會複雜 因為他只有一句話 我想這個語意應該蠻清楚的 我非常想要收看 希望今天立法院的總質詢 看是不是能夠早一點結束 不過能不能及早結束總質詢 除了要看綠營的態度 也得看國民黨內支不支持 但國民黨內的茶壺風暴正要開始 丁守中不滿高層對公投主文下指導期 直接開炮 反核四或永核四 這種重大的議題 應該經由黨團大家來決定 而不是行政部門就這樣決定了 然後到時候拉著整個黨團下去背書 丁守中說說的話 這句話是不對的 因為針對於公投的主文跟理由書 是政策會負責的 那經過我們研議出結果之後 來開記者會公布的 國民黨內對公投有雜音 災害黨當然不會放棄機會 台連短暫杯葛江奎的專案報告 讓江一華到接近中午才上台 今天國民黨自己要分裂成兩個部分 一部分贊成一部分反對 自己打自己 我們覺得其實國民黨為了這樣的機關 算計已經本身已經自相矛盾了 公投主文出爐 並沒有讓爭議停歇 朝野攻防反而越演越烈 UDNTV綜合報導